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不好玩吗 不是啦 美国很好啊 但是我还是想念社区的且东树荡秋千 巷口的阿美古早味干面 还想去运动工人溜冰 好好好 等回国了 你就可以立刻实现你的愿望咯 耶 希望这三个愿望可以快点达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铁东书呢 还有鞦韆 怎么都不见了 这我也不知道 小文 你们回来了 这些樱花树很漂亮吧 警卫叔叔 社区原本的铁东书呢 怎么全部都变成樱花树了 还不是因为最近流行赏樱花 大家就决定把原本的铁东书移走 把樱花树移植过来 可是 大家不是都喜欢在树下乘两根当初签吗 还说铁东书是环保树 可以防止土壤流失 为什么现在又 这就叫时髦流行吧 对了 樱花花旗只剩一个星期 之后花谢了就不好看了 赏樱要快哦 我的钱都书 我的球签 小文 不要难过 等一下我们去巷口吃阿美干面 完成你的第二个愿望 好 我的阿美古早味干面 您好 请参考我们的两人套餐 有多种意大利面跟披萨可以做选择 很划算哦 请问 这里原本的面店呢 抱歉 这我不清楚耶 您好 要不要参考看看 我猜 大家现在都喜欢意大利面 披萨 这些时髦玩意儿 之前也听说这区的房租一直涨 阿美干面应该是经营不下去 才结束营业吧 阿美干面不见了 再也吃不到古早味了 真是蛮可惜的 那可是妈妈从小吃到大 充满记忆与人情味的五十年老店呢 为什么都要一窝蜂跟流行 大家都变得一样 这样不是很无趣吗 是啊 妈妈 我的第三个愿望会不会也无法实现 没问题的 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公园 总不会凭空消失吧 海德公园 运动公园改名字了耶 至少没有消失 我记得英国伦敦有一个海德公园 这个公园跟我们有关系吗 为什么要取一样的名字 应该没关系吧 大概觉得这样比较国际化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就知道 流冰场果然不见了 变成运势庭园 变成运势庭园 别说你们了 这些人是为前喜欢的地方 不是不见了就是变了 当然也包括海德 不 运动公园 我跟朋友已经常在这边下棋 大家常喜欢说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但这可能只是一种不了解自己文化的误解 进步与发展 并不表示一味的模仿与改变 吸取不同文化的养分 也不该否定原本的在地记忆 让我们学习欣赏 肯定自己的文化并以此为荣